公主也会放屁 罗拉一放学回家就急着跑去问爸爸 爸爸公主会放屁吗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爸爸惊讶的说 今天在学校发生一个小争执 可是在我告诉你之前 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 是的 我认为公主也会放屁 爸爸小心翼翼的回答 居然是真的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争吵 但马赛罗说 灰姑娘很会放屁 但女生们说 绝对不可能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公主会放屁 不过我认为马赛罗说的可能是对的 爸爸那你怎么知道公主也会放屁 爸爸和罗拉一样喜欢阅读所有美丽的故事 她走向书柜一边看着罗拉一边比出 噓的手势 她花了一些时间最后找到一本 非常古老的书 爸爸这是什么书 爸爸一脸神秘的眼神 带罗拉到书房 鼠上门后低声的说 这本书里都是写着公主的秘密哦 听到这里 罗拉的心跳跳得更快了 那这本书在说什么 这里都写满公主所有的秘密哦 其中有一张标题是 公主的肠胃与胀气问题 公主的肠胃与胀气问题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一张都是写公主们放屁的最高机密哦 你想从谁开始呢 当然是灰姑娘啊 于是爸爸开始翻书 然后停在其中一页 说 你记得灰姑娘遗失玻璃鞋的那一场舞会吗 当然记得啊 今天晚上灰姑娘其实非常的紧张 所以去参加舞会之前 她居然把镜母藏在柜子里的巧克力 全部吃光光 而且当王子和她跳舞时 又紧紧搂着她的腰 灰姑娘实在忍不住了 就在终身想起时 她放了一个皮 哦 好险 王子没有发现吗 哦 宝贝 幸好没有 那白雪公主呢 爸爸翻了翻书 然后说 小矮人的饮食很油腻 他们喜欢吃肥肉 炖白菜 各种口味的起司 还有杏桃派 白雪公主每天都吃这些高胆固醇的食物 肠胃经常胀气 所以当快皇后送毒苹果给白雪公主的时候 她还来不及吃 就放了一个臭到熏死人的皮 这才是她昏过去的真正原因 所以小矮人是因为太臭了 所以才把她放到玻璃棺材吗 没错 没错宝贝 可是这样王子怎么敢靠近她 书上说王子刚刚好那一天重感冒 鼻子完全塞住了 好险 不然那些公主就完了 你说的对 爸爸露出同意的表情 那小美人鱼呢 爸爸在书里找了一下 对罗拉说 这位公主最会隐藏她的肠胃问题了 当她想放屁的时候 只要潜入水中就行了 当水面冒出泡泡的时候 她会说是海草在舞动 爸爸就算他们会放屁 但他们依然是完美公主对不对 当然咯宝贝 他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 只是公主也会放屁 最后爸爸小声的说 噓 不可以把这个秘密讲出去哦